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FWorld。郭世强,成功战破库里的队友,既然,他在当年,能够与库里,联手把勇士队,推上总冠军宝座,那他这次,同样可以与陈英俊等人,联手将广州队,推进全联盟的前六。 没错,他在身高方面,的确不如于家豪、徐欣,这样的后起之秀。但他的优势也很明显,那就是,他在速度、爆发力、弹跳力,以及臂展等方面的表现,冤超常人,这也就能让广州队的内线防守,变得更加稳固。 只要广州队的青年军,能够强势崛起,郭世强,还真有可能,将广州队,强势推进前六。可他们真的能够成功吗?下面,随篮球币,一起来看看吧。 广州内线悲猛无比,但在这里,粉丝们,必然都会问篮球帝,郭世强这次,将勇士的哪名旧将,给收入了麾下。 从上文的描述来看,这名大败人的整体实力,在一定的程度上,还反超了利夫,毕竟,这名球员,可是手握NBA总冠军戒指,这就证明,他一定能够帮助球队,在内线,建立更多的优势,而内线部分,恰恰就是广州队最大的短板。 至于说外线,在陈寅俊,柱明镇,以及林书豪的加持之下,他们的外线,还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,但这次,郭世强,斩货库里的前队友,究竟是谁呢? 大家别着急,篮球币,马上就揭开他神秘的面纱。 郭世强,将彻底激活贝尔,而这名球员,不是别人,他正是乔丹贝尔。 柯制药